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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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Gracia 今天來跟大家來探討 什么叫做紅魔 紅魔就是黑眼珠 它是含有微血管 還有肌肉 還有節体組織 最重要的 它还有成千上万条的神经末梢 透过我们的四神经直接告诉大脑 所以呈现出来是什么呢 呈现出来就是健康状况 还有我们也透过红膜可以了解自己的身体 到底现阶段是应该如何的保养 当然了每一个人都希望预防摄影治疗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红膜告诉我们一些信息 然后让我们知道该如何的去调整自己的日常取疾 还调整自己的食品 调整自己的日常生活的三餐应该如何的调配 当然了我们也希望建议各位呢 我们的蛋白质最好是取一份 那么淀粉质也最好取一份 蔬菜水果呢要取三份 也就是311的比例 一日之计再一成 所以我们也希望早餐也都能够吃得非常的丰富 早餐吃了要像皇帝 那么中餐呢吃了要像王子 那么晚餐呢吃了要像乞丐 为什么 因为晚餐呢透过了肠胃呢 大概我们的3点 1点到3点这个时间 我们不走肠胃经了 所以3点到5点这个时候是走膀胱经 也就是我们要代谢的 其实我们讲到肠胃 我要特别的跟各位提示一下 我们全身大部分的血液来自肠道 那么肠道若是干净的话呢 那你的血液呢就是很干净 换句话说有很多人是便秘啦 或者是拉肚子 肠胃不是很好的话 当我们的营养分呢 就不会完全的输送到我们该去的地方 这样我们的身体会受到影响 也不要熬夜 那么生活取决要正常 那么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身体就可以得到很好很好的保养 首先我们要看到红膜的颜色 如果颜色太暗沉的话 那表示它可能是酸性体质 甚至于呢 它是已经很多的氧化细胞 那我们要多吃抗氧化的一些食品 来给它做补充 我们也看到红膜有很多的坑坑洞洞 那么可能是肠道气势 那我们应该多吃一些像乳酸菌之类的啦 或是酵素之类的 让它能够长到畅通 然后让它能够恢复正常的这个代谢 那么有黑色的斑块 有时候是因为它吃的药物过度 过多 那么或者是它有其他的原因 也造成了一块一块的斑块 也是氧化细胞的多 那么还有一个呢 也是有线条 有裂缝 甚至于它那个红膜的这些 所露出线条的颜色 在它自主神经环的时候 它有一白色的环状线条的话 那个就是表示它这个人压力过度 通常我们也会从这个压力环中 可以测枝 知道这个人它是压力过度到 它不能承受的 透过这个红膜 如果针对对一些像忧郁症的 或者是它没有办法承受这样压力的时候 我们可以靠着花波疗法 可以让它能够在这个阶段中 可以得到一个疗愈 那么我们也借着很天然 很自然的自然疗法 给它做一个适度的调理 我相信可以达到健康保养之道 目前我们有开设 丙级的美容证照班 跟乙级的美容证照班 有个Judy老师是专门在负责 丙级证照班 我呢就负责美容的乙级证照班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团队呢 是专门在教花波美容的 那我们还有开设的是红膜花波学 还有就是针对于这个情绪的疗愈呢 我们也有开这样的特程 我相信大家工作压力很大 我们也可以靠着这个花波的疗愈 那么让我们的身心灵都达到一个平衡 我相信呢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幸福快乐的日子里度过 我相信这世界该多美好 我们下期再见 在我们下期再见 然后这个花波的福音 有什么気竟その风筝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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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上期再见 这是专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